因為很多時候每天都要抓一些網路上資料 不管各行各業 尤其像金融業更是需要 每天都一定要盯 不只是台股 不只是台灣的一些金融商品 可能全世界任何的一些指數都要去抓下來 所以如果你是像類似做分析師的工作的話 那每天如果你要 就是用人工的方式去盯著某些網頁 其實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而且人力有限 那如果你用程式的話 反正讓他自動執行 你要他抓幾百幾千幾萬個網頁 他都會通通幫你把資料抓下來 好不費工夫就自動就完成了 當然這樣的方式一定是比較OK的 盡量不要人工 盡量就不要人工的方法來做了 所以我們任門課程的主要目的就是 反正你就不要盡量把程式寫完之後 就全部自動化了 但是呢當然難度一定是有的 你要必須要花很多時間 去想想看這程式 怎麼寫 如果程式寫完真的就是 一勞永逸了 很多事情真的就一勞永逸了 你就不用再去 想說怎麼去把資料抓下來這個問題 所以比如說我們剛剛舉例子 大樂透資料 像這邊的話總共會有16頁 當然如果你練習完之後你都要把6盒採 6盒採我看一下他好像有25頁 然後呢精采539 這邊好像有35頁 諸如此類這邊一堆採 那練習不完反正你回去的話 有一些延伸練習 反正 不止這些 網路上有其他資料 你也可以練習看看 但是跟各位講 有些網站 像這種比較開放的 抓應該是沒有問題 但是有一些 他可能要登入帳號密碼的 或者要捲動之類的 可能就會下載失敗 那如果下載失敗的話 你要用別的方法才OK 但是這種方法是比較一般性的 如果那個資料本身他就開放 就歡迎你抓的話 那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OK 那我們要怎麼樣抓取 16頁OK 第一個的話我剛講過 大樂透這個部分 我們先怎麼樣 先點選 特別重要 先點其中的第1個page 所以呢步驟1 我們點第1頁之後上面產生就是我要的網址 那裡面的話你可以看到結構 這個前面的部分呢 指的就是他網站的位置 然後面的話呢這個什麼什麼什麼點ASP 這個是網站上面有一支程式 那程式的他用ASP寫的 反正這個技術 大概知道就可以 問號後面呢指的就是 後面 會有幾個參數 那這邊的話呢總共 會有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 index page 等於1 有沒有 第一個 這邊有個and的符號 and是第2個 Orderby Orderby 等於new new的話意思是說 新的在前面 舊的在後面 所以啊 如果你要顛倒方向 我記得好像把這邊 改成old 他就變成由舊到新的 或者按這邊好像也有了 不過 這個單我們先不用理會 因為 我們的重點不在這裡 我們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這裡 所以以後呢 第一個 可能慢慢 如果你有那個抓取網頁的 這種需求的話 第一個你可能要先了解 這上面的 這個叫URL URL就是他的網址 的規則 所以如果你懂這個規則的話 以後慢慢可以抽絲撥件 找到一些其他 你想抓的資料 那第2個的話呢 這個網頁裡面背後的東西啦 不過我是覺得這個 可能又更困難一些啦 當然你要一個心理 如果 以後你要抓裡面的資料 恐怕你還要 因為他網頁嘛 所以你恐怕還要學會按右鍵 網頁按右鍵 他這邊有個檢查原始碼 那原始碼裡面的話 其實 這個是我們看到的 那他背後的東西就長這樣 又是一堆程式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看懂這個程式的話 你要抓到更多的更細節的東西 才有辦法 不過我想按部就班啦 我們 可能不要跳那麼遠 不過我跟各位講 以後真的所有東西 虛擬的世界裡面都是用程式 產生的 而且你會發現未來世界 可能只會 用的越來越多 不會越來越少 所以以後對於程式的需求應該 我想應該只會多不會少 這應該也是趨勢 而且回不去了 OK 就像你用智慧型手機用習慣之後 叫你回去用Nokia 即便耐摔耐用 永遠用不壞 而且還防水 你還是不會去買他 為什麼因為現在人 已經用習慣了嘛 對不對 只會覺得說那個手機要越來越多功能 不會想說功能變少 現在你看 Nokia iPhone現在出一支手機 起跳價都超過五萬塊 還是一堆人排隊去買 所以你很難想像 但沒有辦法 這就是趨勢 而且潮流 也回不去了 所以我們當然要懂得去 順著潮流 所以要學一點程式 那程式裡面的話我剛剛講第一個 抓到這個位置 把它複製一下 所以 第一個動作 找到這個位置 第二個動作的話呢就是錄製聚集 所以請你把剛剛做的這個彩排 裡面的東西把它刪掉好了 就全選 刪除一下 那我們等於就是才重做一遍 然後呢 並且把它錄下來 那錄製的方法 一一樣先把那個 我們開發人員一定要叫出來 所以這個開發人員 二的話呢就是 錄製聚集 那錄製聚集的名稱 也許我們取一個名稱 也許叫什麼 我這邊 是有取一個名稱叫什麼 大樂透下載 OK 那我們就 接下來就開始錄製 當然你這個名稱 暫時不給也沒關係啦 待會再改OK 要不然我們就暫時先不給 你就聚集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等一下做的所有的動作都會被記錄下來 所以你特別注意喔 剛剛彩排過了 那我們就把剛剛的彩排動作呢 再做一遍 所以按個確定 好接下來第1個動作 1 資料 從web 2呢 把剛剛的位置怎麼樣 這邊這邊直接 按 把剛剛的位置 直接貼上 貼到地址這裡 其實是UIL 貼上 然後呢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那個位置 樂透的網絡 到 那接下來如果你看到 只要是什麼 要不要繼續 你就按示就好了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幫我把裡面的資料 全部都 就是產生 那我就怎麼樣 找到這個 這個 這個表格 把它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按匯入 匯入他問你說匯入到哪裡 那我匯入到A1好了 按確定 這樣的話OK了 所以呢已經完成了 我就停止錄製 停止 完成 那接下來的話呢 因為我如果今天希望 不只下載一個 我要下載全部 那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先確認一下 聚集裡面有沒有剛剛那個聚集 有 OK 按編輯 這個就有錄下來的東西 那我習慣 1 把這個註解 註解 好像就是 就一個 太多語了 把它刪掉 那我怎麼樣 把這個名稱改成叫什麼 叫 大樂兔下載 下載好了 也許 當然聚集 如果你要先 剛剛錄的時候就改 他就會直接叫大樂兔下載 如果沒改的話呢 你就再改一下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把它改成 下載所有的 1到16個page的話 那有哪些地方 可以變動 你會發現 剛剛錄下來的東西 他會出現 Wis Wis什麼呢 後面 重點就是這個 Queried Table Queried Table是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他主要的功能 就是 Queried指的是查詢 Tables就是 幫你查 這個網頁裡面的所有表格 那所有表格裡面的話呢 他會幫你查出來 剛剛我們第幾個呢 Queried Table 裡面的有一個屬性叫 Web Table 等於5 那意思就是說 他會幫我把 這個網頁裡面的第5個表格 的資料 下載到Excel的意思 OK 所以特別注意 那再來的話 他的UIL在哪裡 UIL就這一串 所以我們剛剛貼的這一串 也被 貼到這裡來了 那 所以呢如果將來我要改什麼 改那個1到16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Indage Page等於1 那如果說我可以把這個地方呢 改成 1到16的話 並且跑個回圈 讓他重新再跑過一遍的話 那這樣不就可以 把資料全部下載了嗎 OK 所以第1個喔 如果我要把 這個地方重複做的話 那我就可以 把那個 回圈再 重新跑過一遍 那第2個的話呢 他這個Distination 這邊有個屬性 這邊有個參數 叫Range A1 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把下載的東西 放A1 可是你想說我第1個Page放A1 那第2個Page也放A1會怎麼樣 蓋過去吧 不過後來發現他沒有蓋 他把它移到右邊去 所以如果我們假設這個不改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剛剛第1個 我是把 錄好的東西 改個名稱 在上面呢 加一個回圈 假設我現在先不 不管Distination 我就FOR 什麼呢 FORI 等於 1 空一格 到16 Enter兩下 NAS 意思就是說 我要去 下載的Page 那第2步的話呢 就把 WITH到WITH這個東西 把它搬到哪裡 搬到FOR圍圈裡面 然後並且 把WITH到WITH 特別按一個Tab鍵 下一切 意思就是說 我要在這個範圍裡面重複喔 重複之後的話 記得把這個E 改成I就可以了 雙一號雙一號 移到中間 ENDEND再移到中間 把這邊加一個I 然後END前後呢 加上空白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我就完成第1個動作 就是 下載1到16個Page 的資料 那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改完應該可以看懂吧 其實我剛剛沒有改太多東西 就只有外面包一個FOR圍圈 一個NAS 那把剛剛的東西 放到裡面 並且呢 把剛剛的E 改成I喔 串接把I串到裡面去喔 那這個如果現在我把它執行啊 比如說我開一個空的 然後呢 讓它跑跑看啊 理論上喔 他應該是會跑 但是有一行會先卡住喔 這一行 卡MAIN TYPE 等於0 這一行呢 請各位 記得把它先註解掉 因為這個 這一行會出現錯誤 如果我直接跑的話 你會發現喔 他會 出現錯誤 哪一行 就這一行 所以錄製這一行 可能要按 前面加個單銀號好了 你如果要刪掉也可以啦 或者是加個單銀號 好讓他全部跑 你會發現喔 他在瞬間已經幫我把16頁 全部都下來 但是 你會發現喔 他到這邊有沒有 他其實呢 第一個Page在哪裡呢 第一個Page在最右邊 在這裡 意思就是說 他如果 A1對不對 如果再 一個 他就把你擠到右邊去 再一個 再擠到右邊去 所以變成說雖然已經16頁 全部下載 但是會變成說 第一頁是在最右邊 第二頁其次 再來就16頁 所以如果你要避免這個問題發生的話 你再開一個空白好了 其實呢你可以再改一個地方 就是這裡 1 如果 那這個1 應該是 當他是第一次下載 那就是A1 就是1 那如果你第二次下載的話 應該就讓他往下 所以你可以用之前教過的 就向下追蹤 再把他加1列 因為向下追蹤是最後一列 再加1 他就會繼續往下放 OK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就是 先錄製聚集 外面包個回圈 OK 然後呢待會我們再來看喔 如果我今天希望 讓他繼續往後面放的話 那就改這個地方 那怎麼改啊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家 好 OK OK OK